- 大家好我是甜甜 哈嘍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甜甜 今天的六道智能系列呢 就到了我们的真言打第二集哈 那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呢 是这个狸猫 啊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画面我就想笑 那么小子那么可爱 对面那个还是很丑 哈哈 来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阵容哈 好来 在介绍阵容之前呢 我在这里得先说一下哈 因为官方的攻略里面呢 他成功的几率 就是他通关拿到几的几率 很大的成分来源于运气 就是看我们狸猫的这个被动 狸猫的被动 狸猫呢 我找一下狸猫的被动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40%的几率直接追倒 我们要的就是它这个被动 但是如果我们运气不好 拼老命的不追倒 那没办法 我们只好重来 这个就是这一个阵容的不好的一个点 好来我们直接介绍一下阵容 那阵容那方面呢 今天我们要带的是7个 这虽然我是挺嫌弃的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效率的问题 打Boss的阵容 它全都是单体 没办法 清小怪那一边太没效率了 太花时间了 那我宁可呢 就学攻略那样 带多一个人去清小怪 好来 第一个今天我们要带的 就是SP的面临器 第二个就是这个妖刀机 第三个就是SP的灰业机 第四个我们的不见岳父 第五个结缘神 第六个自然是我们的失恋四神礼貌啦 那第七个呢 我带的是SP大蛇 但是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有G的话 那个4G的G 可以把G给带上 当然啦 G的预魂和那个印记 我到时候会说 这个蛇或者G 就是让我们前面 清小怪的时候 比较效率的那一支是神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预魂 首先我们的一束SP 面临器给它的是海月 速度请确保在 190以上 190以上 爆鸡不用管它 爆伤越高越好 效果预魂指标那边选输出 印记直接丢它尖伤就可以了 第二个SSR咬刀机 是我们拿来打BOSS用的 然后呢 预魂给它的是海月土蜘蛛 爆鸡一定要满爆 速度低于128 不操心 爆伤有多高拉多高 印记给尖伤 效果预魂指标还是选输出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SP 引发灰热机 给火灵 其他的东西不用管它 速度不操心 之后呢 效果预魂指标 直接选爆伤 爆伤有多高拉多高给它 印记给的也是爆伤 让它成为一个爆伤提攻击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不见月父 这个不见月父的预魂呢 如果可以的话 弄一套屌平火给它 没有的话也没办法 像我这样放闪见防御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屌平火跟闪见呢 这个防御差太远了 我没办法 印记呢 直接选格档 效果预魂指标 选的是防御 还是一样 别操心 就轮到我们的今天主要试炼式神 哈 这只狸猫 这只狸猫 我们给它的是图佛 之后 预魂效果指标 选的是输出 二号位 四号位给攻击 六号位给暴击哈 确保它是满爆的 速度呢 千万别让它操心 爆伤有越高拉多高 啊 我预魂已经完蛋了 超越差了 印记呢 给它尖伤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帮助我们 效率清小怪的一个式神 哈 我们有很多选择 我们可以带阿修罗 或者蛇 或者是四季的季哈 当然我没有季 我选的是蛇 蛇的话 给它的是破式御魂 当然有狂鼓可以配上的话 可以给它狂鼓哈 我是没有 然后满爆 速度确保在160或以上 爆伤有多高拉多高哈 蛇的印记带的是炭狼哈 蛇的印记带的是炭狼 那如果各位朋友带的是阿修罗的话 也无所谓哈 配方跟着只蛇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朋友们带的是G 先假装一下这个SP爵月神是G哈 那我们要给的就是 星眼和鬼灵歌姬 之后呢 爆级不用管它 速度请确保在145或以上 爆伤越高越好 预魂效果指标给的是输出哈 印记那一方面呢 直接换掉换去这一个建设哈 必须要换建设计才有用哈 那各位朋友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争议那方面哈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最生梦石 这个东西两级就可以了 但是要求更稳的话 可以把它弄去四级哈 优先级没那么高 先保底最少要有两级 过后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智芬天活哈 这个智芬天活呢哈 一样 四级保底五级最好 第三个呢 就到我们的猎验要求哈 这个猎验要求呢 弄到四级就好了 五级的话 当你真的是非常有余数的时候才去弄哈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六道兔级哈 这个六道兔级呢 就比较特别 保底三级 然后呢 当其他的争议都已经到了保底等级过后哈 优先把它给弄满 那这个样子呢 会更稳哈 打Boss拿到级的情况下会更稳哈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道具哈 道具呢 当然哈 我们的天火五级满级的话 我们可以选一个神之久 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选那个阴阳 或者是其他的攻击一手啊 一伤的那些道具都可以哈 这个无所谓的 在这里还有一点是需要各位朋友们注意的哈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金银关卡之前呢 他的前一关 打小怪的一关哈 必须要手动的去点选解锁阵容 要不然呢 各位朋友们可能会遇到我这个情况 当我要打金银关卡的时候 我为了打进化嘛 我点选了之后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是自动锁定的 我没有办法解锁 那如果我的阵容是错的 那我们这一把就凉凉了 必须退出来重打 很烦